大家好,我是刚刚由中大生物医学课程毕业的阿Jek 上年经过课程安排,可以在Being Patient 一间主要宣传有关亚脂海物症 和脑健康资讯的美国媒体公司 做了三个月的实习生 我在Being Patient的主要工作 是负责设计一个网上学习平台 和里面的课程内容 让病人、家属和大众去认识如何面对这个老疾病 买这个实习片最深刻的经验 一定是港币Y去完成产品的企业 入职之后不久 Being Patient就获邀参加 Alzheimer'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公司当然就想乘出这个机会 去宣传新的学习平台 但因为人力有限 我和同事就需要在短时间里面 学习和应用不同的新技能 例如要摸熟编程语言 去设计平台的界面 去用Adobe Illustrator去制作宣传物料 甚至是3D模特性的软件 去剪辑教材动画 虽然过程很困难 但见到网站慢慢一步一步适应 到最后真的帮到公司去找赞助商 成事就很有成就感 以前一直读书的时候会很困惑 究竟这四年学到的知识 会不会一来开了实验室的环境就没有价值呢 现在的我可以很肯定地说 不会的 虽然生物医学是一个很专业的学科 但其实去到很多地方都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这一次的实习计划 给我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去利用生物医学的知识 制作媒体 向病人 家属 和专业团队介绍这个这么复杂的脑子病 今次的经验令我意识到 其实生物医学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令我更有信心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使用产生物医学会 吧